OK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阿姆希 那么我们今天就继续来给大家做我们的三国全面战争 八王之乱 司马八皮 司马亮 完结篇 那么我们这一期刚上来的话 大家就会发现我们的司马勇已经是想和我们构合了 那么提供的条件就是成为我们的附庸 也就是和我方合作了 那么如果我接受了的话呢 那么也就是说仅存的三个王就全部都是我附庸了 我只需要花一点时间把他们合帮合见就可以了 不过的话可能比较麻烦 毕竟喝完帮的话要等三个合合才能合下一个 所以说我这边的话就不同意司马勇的合帮的请求 咱们待会的话先把司马银给他合掉 然后再把司马爱合掉 然后再把司马勇灭掉 咱们这个档类就差不多了 刚刚那个是大方向上面的我们最后的完结 还有两个小方面就是给大家做一下三天才的战斗 和一个重装铁骑的战斗 咱们完成这五点差不多我们这一期就算是圆满 306年冬季第79回合 我这里的话好像是又推了一两个回合吧 反正推的并不多 比方说我们把这仗给打完了 赶紧打下来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然后再把上面这个幽州铁矿也推掉了 并且把陈以宿出去了 这些不怎么必要的步骤的话都给大家直接略过了 目前这个天下的话 晋朝的城市是这边有一部分 对吧 然后的话这有一部分 而这一部分里面有不少部队 真的是不少部队 所以说的话我准备把我的三天才的部队给他招在我们这个位置 这里的城呢我大部分都送上去了 但是我留了一个就是这个驻兵坊 我也拿装备嘛 而现在的话呢还能充当一个这个空降兵营的这么一个作用 对吧 那么首先啊把我们的木天才给他招出来 装备的话呢我都已经给他安排成这个黑龙军了 黑龙军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扰龙阳兰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星涛水系的天才招出来 然后呢我们这边投石机的话还是留两个吧 然后其他的这些东西全部换成黑龙军 咱们来看一下一个满边黑龙军三天才的一个战斗情况 看一下啊 这个两级的黑龙军啊 在三天才的加持之下的话呢 是58的一个弹药量 如果是一个5级的话呢 是71发 所以说你们可以算一下 如果是一个十级的黑龙军 三天才大概会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弹药量 我们这个战斗容量的话呢 也不只是光靠这个天才来增加 还有等级啊 还有我们这边的科技 这边一个军事线最下面啊 增加全体剑矢量10% 然后在这个位置又加全体剑矢量10% 这样一来的话加了20% 再配合我们的天才啊 那么一个天才的话呢 是加15%的一个剑矢量 如果说是星影叠加的话呢 三个天才就应该是45% 三天才的军队经过一回合啊 不对的话呢 差不多回上来了 然后呢 给我们这个星韬啊 把这个装备给他安排上 天国之剑已经上去了 这边的话呢 把这个方式袍安排上 然后呢 再给他安排上这个帝国之功啊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又把这两个buff给他安排上了 对不对 加50%的射速啊 和加10点的金蓝闪壁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的黑龙军这射速看到没有 瞬间就爆炸了 对不对 34啊 然后如果是5级的话呢 直接就是54的一个射速了 这72之间 也就是一分多钟的事情就射完了 你知道吧 三天才那么多的这个箭矢的话呢 我感觉一定要配合这个攻速 不然的话 你真的要射好几分钟才能射完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给雕袖碗送了多少城 大家看一下 这一块整个河北 我全部都送给雕袖碗了 我只拿了这个 就是黄河沿线的一部分城市 然后的话呢 还有这边的一个马场 其他的话 我全部都送出去了 他曾经只是一个 拥有一个中山畜牧场的小势力 然后呢 我们这边呢 先把这个司马尹啊 给他合帮合掉 因为我看这司马尹的话 应该顶不了个两三个回合了 咱们突然病的话 还需要再等个几回合 才能进行下一次吞病 所以说我们先吞掉一个再说啊 那么我们这边吞掉谁 就吞掉司马尹吧 来就吞司马尹 来直接吞病司马尹 会见非常非常多关系啊 不过呢 也快结束了 就无所谓了 现在是恢复到了-18 但是现在的话呢 又要-20 -38 直接吞病 派系已兼并 我又有很多的城要送出去了啊 但是呢 我这边准备先不送 给大家看一下 我下回合的这个负面效果有多么的严重啊 我这边合进来大概应该是有123456 大概是6个城吧 啊 大概是6个城啊 这还有个7个城对吧 307年夏季第81回合 静帝国继续要求这些小势力来揍我们 这边的话呢 咱们还是倾向于这个美德啊 咱们美德的话呢 现在是151点 现在是拿着最大的一个负面buff 就是加20%的一个腐败啊 如果说你把这个东西直接拉满的话呢 就会去除掉这个20%的腐败 你钱又会多上很多 而且的话呢 会加30%良人生产 还会加12个的士气之多啊 那这些我们还选美德 然后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收入 刚刚上一回合是不是2万多 2、3万啊 而现在呢 只有1000多了 为什么呢 看到没有 一片混乱 你目前控制的城镇比统人权允许的范围超 多了超过三个 就是三个以上和三个是一样的 这就是最大的负面buff了 每回合美德减4 公共秩序全国减25 和其他所有派系外有点数减50点 腐败加100% 看到没有 这就是你土地太多的一个后果 为什么我要不停的卖地卖地 就是这个结果 你看这个腐败 负到127 你想干什么 不仅收不上来税 我还得倒贴 两城上去是这意思吗 看一下我们最富有的这个行省 洛阳城啊 洛阳的话现在就有410万的人口 左人口啊 光11城里面住的就有310万人口 就这么多的人口 这么好的建筑啊 也只有83块钱的产出啊 腐败负106 云南铁矿啊 然后一周城给大家全部送出去 上面这边的话呢 我们应该可以送给这个位置啊 就是我们的附庸啊 这两城我先给你 三十多点 不用找了 整个成都地区啊 天府之国全部给他送出去 没什么好心疼的啊 没什么好心疼的 直接送 白给 成都和这个巴西的四座城 咱们把它全部送出去 成都的话呢 是一个十几的城看到没有 拥有200多万的人口啊 但是呢 我们也照送不误 然后咱们这部队的话呢 直接一个小英军啊 是可以直接走到大概这个位置的 然后呢 再配合我们的司马宗 已知满边 将这个位置拿下 应该是不成问题 非常好 这样的话呢 司马庸最后的5000多个兵呢 也就没有了 也就没有了 翻盘是不可能翻盘了啊 这辈子都不能翻盘了 除非他带着一支部队啊 然后远渡重阳啊 其实也不能叫远渡重阳啊 我 我之前就有一个细作 在战斗的时候被我当场斩了 这是第二个了 啊 这是第二个了 这个细作这个东西吧 说实话我派出去吧 就没怎么管了 说真的没怎么管了 然后我尽量就忘记 我外面还有细作这件事情啊 很淡疼啊 很淡疼 不过没有关系啊 终魂永存啊 国家会记住你对国家 做出的贡献 烈士陵墓里面会有你的一座碑的 都是为国捐躯的将士 我刚才没说完 就是除非他们把部队啊 坐着船去日本 对不对 你去日本执个名啊什么之类的啊 或者说去逼个难什么之类的 这样的话你还可以活得下来 不然的话你司马庸啊 就得 积技的啊 当然了你去这个高高利那边 其实也是可以的 不过高高利的话呢 毕竟没有海隔着啊 还是很有可能被我直接追杀过去的 对不对 虽然说地图上没有做啊 但如果做了的话 我肯定是要把它对吧 那么这个位置啊 我要把这个辽西啊 刚打下来给他割出去 然后这个右北平啊 一座城给他割出去 好 叫个小弟 伟哥也过来凑个热闹啊 三个人全部过来 一起见证 司马庸 败王 败王之日 咱们来了八千多个人 哈哈哈哈 砍掉 让他们死得体面一些 拿起武器啊 这边是来了一个人啊 派系覆灭 司马庸 啊 现在是第82回合啊 那司马庸其实 之前我们如果答应他 臣服于我们的话 我们早早可以把它喝掉了啊 但那样的话呢 还是会影响到我们和另外几个人 意气风发的八王 如今只剩下了二王 而这二王在游戏最初期 就结为了盟友 这说明了什么呢 就是你越早跟我啊 你的下场越好 对不对 你跟漏我的话呢 就是被我合邦这么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跟我的话呢 就会被我直接干死 是不是 而且你越早跟我 你维持自己的独立越久 所以说司马庸当时的决定啊 是最好的啊 最明智的 哦 我有个人死了 我的刘琪 跟了我十几年的刘琪老死了 司马亮78岁还没有老死呢 他这边多少岁 72岁就老死了 他真的是跟了我们司马亮 跟了一辈子 你们知道吧 哎呀你就这么去了 司马翠 不是司马翠 刘琪 那我这边的话呢 就把这个八级的金将司马翠啊 给他拉过来替代刘琪的位置啊 啊白发人送白发人啊 78岁的送71岁的你知道吧 呵呵好惨啊 有没有 现在是307年的冬季第84回合啊 哎最终还是没有熬过这个冬季啊 大家看到没有 寿终正寝刘琪 然后呢司马爱呢我们就可以吞并了啊 他需要间隔三个回合 在第四回合的时候啊 可以进行第二次吞并 就是你前一次吞并之后啊 吞掉之后我们这小弟的话呢 关系就变得越来越差了啊 现在我们已经是吞了两个附庸了 这是第三个附庸 那第三个附庸 直接吞掉也是减二十啊 直接就付到五十多去了啊 这要不是到游戏的最后了 千万别去那么搞啊 不然你就外交的话就彻底崩了 胜利 终极战役胜利 连个动画都没有了吗 我们之间那个战役胜利的话 好歹还有个动画呢 对不对 这个终极战役胜利 结果就给一张图 啊就就就就给一张图 我的天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记录啊 咱们这个时间线 居然是只从297年开始的 你看297年的话 我们其实已经挺大了 对吧 然后的话呢 这算是二十年的一个履历表 大家看一下 每一年我们的土地都在扩张 当然了也不是啊 因为我扩张同时的话 还在送给别人地 所以说的话好像 总面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对吧 只不过的话呢 变得越来越圆润了 因为我为了让它变得好看一点 我送地的时候啊 自己有了一些这个抉择 把一些比较 鸡脚嘎拉地给他送上去了 当然了我还保留了一些飞地啊 这些飞地的话 都是比较有战略意义的 比方说马场啊 包括这边的一些驻兵场啊 什么之类的 差不多呢 我们这个党啊 在胜利方面啊 在目标方面的话呢 也就达成了啊 无论是战役胜利 还是最终战役胜利 我们都完成了 你这边的话呢 继续推 我就不幸找不到一个进巢的满边 我跟你讲了 实在不行我把进锢灭了 去找别的满边 也行 零损失啊 你们看啊 我这边全部弓箭手 我手加两只投入鸡 随便自动一个进巢的这个储慕场 3000多人 我3931 我零损失 我将军杀了958 就是1000头猪 也不是那么容易杀完的呀 你又不是吕布 我这个弓箭手自动效果这么好啊 灵灵王李昌 居然宣布独立了 大家看到没有 这是我第一次附庸宣布独立 这就是吞并的结果啊 连续吞并了三个势力的话 扣了100多啊 然后与敌方心灵条约扣了100多 直接扣了300多的关系啊 这不独立才怪呢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毕竟你要为了获得这个最终胜利嘛 对不对 不过呢 这个李昌其实也势力非常小啊 我刚刚送城的时候呢 就是司马埃的城啊 我全部送给了上面的这个山芋啊 没有送给李昌 我就是看得出来李昌这个人狼子野心 那么既然李昌敢做出这种事情 那他就要有被灭的准备 对不对 流星破空啊 给了个急兆 我们立刻招出两支满边啊 然后的话呢 下温可把部队回的差不多 然后一路南下 争取在一年之内覆灭李昌 然后我们西北这边大家看一下啊 这边四大满边啊 正准备搞事情 首先我们先让我们的余大将军拿下此城 拿下此城之后的话呢 咱们可以拉出一个三王军团 你先往前走一步 然后呢 把那个 咱们每季的话呢 我已经点完科技的先是六个部署上线 那但是我因我刚刚一下拉了两支满边嘛 所以说的话呢 用完了啊 又用完了 那我们下回合吧 把那个司马埃给他拉出来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司马尾 司马尹 司马埃 三王齐聚 不是天才一 一位男子向你求见 他坚持自己有一种优秀的才能 他声称自己记住了承受的三国之的内容 为了向你证明 他会向你背出其中一个人物的传记 但要答应一些条件 你想要听哪位人物的故事 足智多谋 尽宣帝 五虎大将 赵子龙 千古猛将 吕凤仙 还有把他带走 把他带走 我这是服了 为什么会加财富呀 你还要把他身上东西扒光吗 继承我的月亮传统是不是这意思 咱们这边还是点美德 看看我能不能在最后结束之前 把这个美德给他拉满 不过我估计是有点悬了 毕竟咱们这边还差着 大概60点吧 大概60点 这个其实要涨的话也很容易啊 你城市维持负的 就是不要这个拉满 不拉满的话呢 最后慢慢加这个美德点 然后这一刻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司马埃啊 给他招出来了 哎 当我们小弟当了十多年啊 今日怎么着 终于是要翻盘了 再看一下 三兄弟巨手 司马尾 司马尹 和司马爱 一个个都笑得非常的开心 看到没有 你看这忠诚度吧 别的我就不说了 好吧 你看看 就司马尾 尾哥啊 这忠诚度好像有点低了 可能觉得自己地位有点不保 因为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八王成员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三王军团 从年龄上面来看的话呢 司马尾是50岁啊 司马尹的话呢 才36岁 司马爱也只有36岁 我们的司马亮78了 其他王加入的目的很明确 熬死司马亮 就算熬死了司马亮 也是司马亮的儿子们继承 不可能轮到这些什么司马尾 司马尹 司马爱的呀 对不对 禁帝国 把五都啊 大西北五都建设成了十级城 当首都一般 结果里面没有守军 我搞不懂啊 这个禁朝 就是我没去管他的时候 他满边乌殃乌殃的来 四五只满边 五六只满边同时存在 但是我正儿八经的 你看 我的西北远征军多少只满边 四只满边远征西北 结果禁朝居然毫无反击之力 真的是毫无反击之力 那我这部队过来干嘛的 我都没高度 我这部队过来干嘛的 就其实一只满边就够了 你知道吧 西北远征军 原地解散 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城市我待会自然而然会把他送掉 三王军团 刚刚把部队补满 再见 我的天哪 没有仗打了 怎么办呢 我司马亮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一旦闲下来 那就要老死了呀 你们知道吗 很危险 真的很危险 好的 给大家来看一下目前天下的一个局势 怎么样 怎么样 是不是天下大同 我们周围啊 除了我的主势力之外呢 周围这些都是我的这个 分封的国家 分封的一些小国家 只有南边还有一些这个派系啊 在犯上作乱 不过呢 覆灭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现在禁帝国大家看一下 跟我们签个和平条约 居然只能 给一件无色装备了 不说铜的赢的金的 居然只能给无色装备了 而钱一分都没有 有多夸张 你是没钱了吗 禁帝国 让我来看一下啊 果然 诺大的禁帝国 每回合只有221块了 或者说他只愿意拿出221块来跟你交易啊 然后国库中有多少钱呢 2000块钱 你很难想象这是晋朝 这是大晋朝啊 一个统一的王朝 经济 财政已经到达了这么样一个程度 天下大势已定 但是就剩下的这些边边角角啊 你也要打很长时间啊 这个就非常的蛋疼 对不对 这边啊 先将零零城拿下 这差不多5个回合 也就是说这个李昌啊 从反我们起到彻底覆灭 也就是那么一年的时间 当时他是不是冬季反我的呀 我有点忘了啊 反正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啊 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309年秋收第92回合 经过了长时间的推进 我们终于大家看一下吧 终于把整个天下推到了 只剩下西南角没有平定了 当然了 这个不是我的主要目标啊 我主要目标是给大家找两场合适 让我来打 对不对啊 但是的话呢 这东南角敌人毫无抵抗 西北角敌人毫无抵抗啊 所以说我们就只能来这个西南角锤了 那么西南角这个位置啊 这个地方武林工具部中 终于被我找到了一只满边啊 在目前这个天下 想找一只敌人的满边 都非常非常费劲 大家知道吗 来吧 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 希望他车帮军可以多一点吧 哦 还可以啊 还可以还可以 有那么几千人啊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只需要那么节水断粮 他下一个合就一定会出来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打一场野战啊 看一下我们这个三天才的黑龙军啊 究竟有多强的实力啊 目前最高级的话是一个六级的 有63发的弹药量啊 射速的话已经达到了 每秒一发 一分钟60发的惊人射速 六级黑龙军 近战闪避72 72 当然了这个东西的话呢 是我们这个东西加了一部分 加了那么十点啊 但就算扣了这十点的话呢 咱们这个高等级的黑龙军的竞产域 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啊 对不对 加上之后的话就更加恐怖了 再配合高士气 对不对 高射速 高伤害 高弹药量 我们这个黑龙军 还记得我之前满边昆迪护军嘛 当时看的非常非常爽 对不对 一个先锋部署直接摆人家脸上 然后一轮射击两轮射击 对方一直满边就没了 然后我们这个黑龙军的话 可能效果没有那么明显吧 但是会更加的持久 终于我等到了这一战啊 敌人的话呢是如约出战了 那么我们这边三天才 有双buff的满边黑龙军 已经集结完毕 不到4000人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方军事 然后正面这一排的话呢 作为主输出啊 边上的话呢 稍微防一下起兵就好了啊 敌人的部队的话呢 已经抵达了 那么我们这边的两部投入机呢 我就不用了啊 我就不用了 把敌人这些生命呢 全部都留给我们的弓箭 啊不然的话呢 我怕投入机很快就把对方这个事迹给砸崩了啊 不太好啊不太好 我好不容易找了那么一仗啊 绝对不能让这些生命啊浪费在炮弹之下 哎一定要浪费在弓箭之下 对方一共是5703人 加上我们这边的话 勉勉强强算一个万人大战吧 因为实在是没有找到人数更多的部队 敌人的话呢 是焦指王啊 焦指王 第一次出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主舞台啊 因为他们平时的话呢 一直在西南边啊 小打小闹 对不对 而我王师第一次的南针或者说远针 就派来了如此恐怖的军队 只需要一仗就可以把这些偏安的小国啊 打得干旦剧烈 对方还没有起兵啊 没有起兵咱们就直接一次拉开 拉得开 好 感受弓箭的魅力吧 应该差不多要来了 咱们将近往前走一点 啊 稍微往前走一点 咱们开一个缓速来看一下 天上下着朦胧戏 而敌人的头上却下了特大鲍鱼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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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敌人瞬间死了多少人啊 反正看起来挺惨 咱们这边把这个目标定一下吧 我就不给他锁着了 咱们就随便操一下 如果说你去一对一操控的话呢 应该可以阻止敌人接近我们 因为我刚刚的话没有怎么操纵 咱们主要是看这个场面 主要是看场面 至于损失大不大呢 其实这个并无所谓 这个怎么没人射呢 尽量别让他们接近我们 看看这个射速 一秒一键我给你吹吗 一秒一键我给你吹吗 接近我们其实也没有用 因为这一代的话 弓箭你就算接近了 它还是会射的 所以说你这接近了 其实真的无所谓 看一下 等一下我们这个将军别死了 将军别死 将军溜回来 将军溜回来 只要将军不死 攻击手这个东西随便射 随便射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敌人还剩下多少人 其实敌人这个数量的话呢 还是比较多吧 在我们如此恐怖的这个攻击手 哦他们还是有骑兵的 在我们如此恐怖的这个攻击手设置之下 还能接近我们这么多人 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对吧 对方将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掉了那么多血 然后地方骑兵 还骑兵还不少呢 其实不过呢 这个无所谓啊 来 激活一下这只骑兵 盾牌是什么东西 然后敌人这边还有四只骑兵 咱们这里稍微操作一下 因为他那边都是带盾的 这边我们几只攻击手和对方不到一起了 我这边的话呢 就不去射屁股或者怎么样了 咱们就简单一点 直接一点 直接正面给他射爆就可以了 在这边给他射爆 这边有一只稍微处理一下 这边直接正面射爆 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剑多 你百分比阻挡又如何 比方说他们的格挡率是70% 对不对 然后杀他们需要300件 然后你背射的话 就真的只需要300件 但是如果说你正面的箭矢 有一千件的话 你是不是就不需要去背射了 是这个道理啊 是这个道理 这敌人还挺多的嘛 还有啊 是不是还有 这还有啊 这边来射一下啊 射一下 继续射击不要停 毕竟是三天才的军队啊 射了那么长时间 咱们还有箭 咱们还有箭 最多的是达到60多支箭 一支部队啊 最少的也有50多支箭 看到这一仗的话呢 说实话 我推了那么长时间进度 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毕竟在自定义里面的话呢 你是没有办法拉出天才将军的 你也没有办法 就是有这个战役的加成啊 或者说是别的一些加成 科技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说你只有在战役中 你才能看到如此恐怖的黑龙军满边 就如此高的射速 如此高的弹容量 如此高的近战闪避 反正都什么都很强 好的 那么刚刚大家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三支天才的满边黑龙军的一个作战效果啊 虽然说我没有怎么去管整个部队战线啊 全都去看了近景啊 不过呢 其实损失也不算太大吧 当然了 你如果你正常打的话 你零损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你 只要你的关键手操作的好啊 基本上我们在战役中需要给大家表现的东西呢 就表现的差不多了 最后一场铁技战斗的话呢 我们还是用自定义来给大家看一下吧 毕竟铁技冲撞的话呢 这个场面感的话自定义是完全可以满足的啊 只有在沙漠的话呢 这个冰种看起来是最舒服的 也是最清楚的 最清楚的 对方用的火箭啊 这个就对我们来说影响不大了 影响不大了 好 我们这个位置的话呢 是一个比较前排的骑士的 也算非常不错 先来两队 那么这场队的话呢 肯定会被对方这个黑龙军射爆的 我这两只呢就不开阵型了 这里呢是两只铁技 在那么多黑龙军的爆射之下 其实掉血是会非常非常快的 然后我们的大军就准备上去冲一下了 哎 自定义里面这个黑龙军的话呢 虽然看起来也很壮观啊 但是后劲不足啊 毕竟没有三天才嘛 对吧 来 吹行阵开启 看得出这移动速度非常慢啊 但是冲锋会更快一些 我们来对比一下 在没有将军照顾的这个地方啊 红龙军看到没有 一窗就一冲就没了啊 但是有这个将军照顾的地方的话 你看 有900%冲锋抗勤的话呢 你就撞上去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就中间这一块呢 其他的话呢倒还好啊 冲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现在呢是309年的秋季 第93回合 咱们这个档到此啊也就为止了 那么整个天下的话大家看一下 我刚打下地的话呢 我又基本上都送出去了啊 这还少送一块吧 基本上都送完了 如何 这个是90多回合的一个结果啊 如果说真的要去把它全部打完的话 我估计也就是个110回合左右吧 应该最多了啊 如果说我这边十字满边 同时推进的话 最多也就挺个10个回合 差不多顶死了 那么咱们这个八王之乱的话呢 我估计也不会做下一个档了 所以说的话呢 大家就可以和我们的八王之乱 DLC啊 做一个彻底的告别了 那就让我们过两天相会于战锤 DLC吧 记得来看哟 明明亮的时间里面 我只是隐隐 如果在你轻柔的嘴角眉间 撞满了风雨 原谅我实在没有这个勇气 对你说一句 我只想和你永远在一起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